美國總統 這個是單字裡面有長的 已經小心了 已經 現在已經已經會有補充了 修不了 真的修不了 喔! 找到Coupon Coupon Coupon 韓國人看到Coupon了 Coupon 就是台灣搬家的文化 沒錯 就是去社區的資源回收場 找乾淨的指向 是住在外面的地方的話 我們有時候也會去 家樂福啊 我媽全聯跟他們要 你們覺得不會累嗎 搬家就搬家 怎麼會自己要拿什麼箱子 我完全第一次的經驗 啊!不然韓國怎麼搬家 韓國大部分都是 什麼自動搬家 是那個員工來我家 他們自己修起來 所有的東西 然後去那個新家 放在我的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那個搬家的時候 休息 不可能吧 我們的天室 我們都是自己打包餐 他們就只幫你移動東西而已 然後頂多是什麼床 床墊他會幫你包起來 浴濕到了 耶~~~ 色盤很好弄 穿鞋子在消化下 你身材是美国人 好突然 好乱 有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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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真的很多我的朋友跟家人来 美好的回忆 对美好的回忆 拜拜 老娇 我要去新家 全部都是我的心 哇 有没有 今天想要找一个打扫公司 但是今天没办法因为时间很赶 差点了 其实我很喜欢打扫 打扫是一个我环节压力的方法 但是今天太过分 画面上看起来太大了 这就是台湾的黑色 我发现了很多色的眼睛 我发现了红色 再继续洗了 大部发现了 我还要发现了 第一次的眼睛 我发现了大部发现 一天的眼睛 在里面上央习惯 在眼睛下来的眼睛 欢迎来我的新家 我搬到这里 怎么样 很干净吧 我今天想要给你们介绍我搬家的新家 这里是客厅 坐一下 要关门 他说这个是电石 然后这里是我很喜欢的供袋 我很喜欢这么漂亮的供袋 one piece 然后是我什么最爱的i girl 最爱的 然后很喜欢三年怪 这里是我的厨房 三四厨房 我有时候在这边做饭 这是我的冰箱 好乱 我弟弟的照片 我的照片 我的照片 我朋友的照片 好小的汤 我的厨房 大部分都是水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然后我要介绍我的睡觉的房间 我家里有两个房间 这里是厨房 这里是厨房 然后这里是我的房间 他的真是很奇怪 为什么这样 是我最喜欢的娃娃 我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 Chromi 最爱他 这是我睡觉的房间 这里是我睡觉的房间 我每天在这边一个人睡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一起睡觉好不好 在这边 哈哈哈哈 拖映机 我有时候看到这边 看电视 看电影 然后这个是 Loon Spray 在韩国带来的 好香喔 其实我在这个 在蝦皮箱买的 但是比我想象中不好看 因为在 那个蝦皮箱的那个照片 看起来很好看 但是 结果我收到这个餐皮以后 我真的很失望 因为 有点没有很很贵的感觉 然后这是我自己花的 我那个 上次去丹水的时候 那个花灯是有点软 还没到那个 我所有的家具 因为 小皮的那个什么 配送超级慢 本来是我的化妆带 但是我工作室的 座子还没到 所以我在这边工作 然后这个也是在小皮买的 这个也是在小皮买的 这个 其实这个全部都是在上一层 我家的服务 就有点奇怪 这个里面有什么 衣服 保管衣服的地方 很软很软 我想公开 然后这里是厕所 介绍一下我的厕所 这梯里有很多东西 是我的保养品 都是韩国带来的 我希望的三年贵 这个东西大家现在也熟悉了吧 嘿嘿 是Lactomedy 因为要在睡觉前使用 所以这样包含在厕所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使用方法 所以我来说明一下 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也有点不懂使用方法 呀 这样打开厕所 看来 开厕所 很简单吧 一切用医管 方便 卫生又干净 而且直接使用在私密部位 所以比口服硬道乳酸菌效果更快 我之前长期医生菌效果并不明显 使用第一天是感觉不到明显的变化 但到第三天是骚扬感稍微减轻了 我们也可以建议这次使用着每天睡觉前使用一次 其实两种的效果更好 还有就像是箱子的影片里看到一样的 因为产品小体积小 而且还可以装进化妆包里 如果有这样子小小的化妆包 可以放进去 这样子 很简单 很方便 谁写谁地都方便写再使用 所以我最近去旅行卧室朋友家就一天的时候 我总是把这个产品放在化妆包里 学生携带 而且还在一下朋友们推荐中 其实我的旁边的朋友都因为我而使用这个产品 然后最近在韩国也是非常红的产品 我上个月回去韩国的时候 我每次去Olive Young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产品 很多的店都都不买完了 这可惜也没办法买 不曾在韩国在全世界里有很有人气 所以可以放心 是让我认为和我有同样困扰的人真的很多 我也去了很长时间的医院 还吃了很多眼睛药跟抗生素 虽然吃过营养剂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但是用完这个产品后 我的生活资料变得非常好 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 生活变得很幸福 在眼闹的台湾天气里穿着腹垫胃 让人感觉闷的草湿 反而会更加养 时症状恶化 但使用这款餐屁号 就不是要在全腹垫啦 看这个影片的男生们 也可以送给心爱的女朋友 或是老婆里哦 如果我的男朋友这样照顾我的状况 我会很感动的 请你吃饭你会发现 你自己在之后一直回国 为了看这个影片 想要买购买的人 我特别准备了折扣码 从这个折扣码 还可以享受15%的优惠 这个折扣码 只会光看我的影片的人提供 为了我自己 或是女朋友 或是为了老婆 支持送上更好的生活吧 那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吧 我自己工作结束 在这边看电视 但是都是中文我听不懂 我最近尝尝看什么那个 哈卡提米 讲那个台语的 我最近尝尝看这个电视 然后顺便练习中文 阿公的阿公 是阿公的阿公 不过你不要看不起他 因为这个是 我跟你说 他很特别 就这里什么什么都看得到 怎么样我的中文 很像什么 Elementary School 学生一模一样 哭 会在这里面吓得 哭 不敢出声 然后这个是在我那个 ACHWAWA的点 这样的东西 BLOWMING 怎么样很厉害吧 在里面吓得的时候 使用的东西 因为我 常常 我的见方根要 超级痛 按摩 自己按摩脚 自己按摩脚 响子 脖子 自己按 自己按 剪髮 舒服 有时候在这里直接睡着 这样子 20块 是以前住的人 放在的东西 这边也有 然后以前这个里面也有20块 这个里面都有20块 这是到底什么意思 有点恐怖 哈喽 我搬家后 直接去屋都购买了这个东西 希望我在这家 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 这里是我的公车室 但是 现在完全没有什么东西 这边也有一个 保管衣服的 服装准特别给他们的 还没整理完 有点乱 这个是我在Shop上来的地点 怎么会这样 我想给他们一颗心 是跟照片完全不一样 很失望 我完成工作室以后再介绍给你们 应该要的很久 因为Shoppy超级满 因为我的家没有很大 很少 所以很快结束 所以我今天介绍我家里结束 但是我想问大家 是我很想知道 那个台湾搬家的文化 因为在韩国有很多搬家的文化 比如说 搬家之前是放在什么一个 是在家里 因为这个是有很不好的鬼 就是 退的意思 然后 有一个是 门口对面不能放金子 这个意思是 如果那个父进来我的家 看到那个金子的话 他直接回去 所以 韩国人不喜欢 是门口对面放那个金子 然后 嗯 一个很特别的文化是 韩国人那个搬家的时候 一定要吃渣渣面 就是很久很久的文化 应该是我爸爸妈妈 从小的时候也有这个文化 所以我想知道 台湾人搬家的时候 有做的特别的文化 或者是有吃的那个特别的东西 如果大家告诉我 或者是你们知道的那个 特别的文化的事 是留下留言吧 以后我在搬家的时候 我试试看 那谢谢大家今天来我雕玩 下次再来玩吧 谢谢今天看我的影片 感谢大家 拜拜